拍地价值逻辑给你们理下 不然你们还沉浸在商城疑惑里面 世界最强Web3.0公链和B18棱镜协议 才是项目方骄傲的资本 在没有B18之前 那就是美国安全局B15棱镜监听计划 是世界上最牛逼最先进最安全 最稳定的加密算法 但是项目方研发出来了B18棱镜协议 B18棱镜协议脱离了B15棱镜监听计划 所以叫B18棱镜协议 很有可能以后只有一条Web3.0公链 拍公链 因为需要太多的时间经历金钱技术 人力物力财力各种人才太难 拍真的太伟大了 难怪尼古拉斯教授会以革命改变世界 这样的惊人言语来说拍的含金量多高 记住三年血洗全球资本 五年颠覆整个世界 十年横扫千军万马拍的市值 等于全球市值 也就是全球GDP一定要最少拿住三年 不要一天只想到商城那么多年的技术研发 就为了搞商城淘宝 京东 亚马逊 沃尔玛 足够了搞商城为主较积分 还要挑战的是全球法定货币的地位 更是一款通过Web3.0 公链上运行的取缔美元化全的 全球线上线下流通的加密数字货币 这才是核心中的核心 通过这次俄乌大战完全看见了 全球加密数字货币所解决的什么问题 通过俄乌大战牌成为全球流通运用最广泛 最具有包容性点对点的加密数字货币 很快就会实现 告诫所有人 持有什么不如持有全球加密数字货币 全球加密数字货币才是财富的保障 全球加密数字货币才是自己的保护伞更安全 未来的Pi 真的是拿任何国家的钱币都是买不到的 只能通过产品商品服务来换取到Pi 一定会有这一天一定会是这样 马斯克在推特上已经说了两次了 Web3.0 Pi在CNC上向全球宣布是世界上最完整 最完美的最强大的Web3.0公链 这句话要好好去理解 Pi的主题曲是DeFi NFT是元宇宙 是未来更多新型的领域是没有银行的世界 而不是单纯的商城抑或这点要搞明白 开放式主网后开源代码公开 Pi端口打开 需要通过Web3.0技术的都会来到Pi链上 不断赋予Pi价值 Pi要打造全球运用最广泛最具 有包容性的点对点加密数字货币 线上生态有Web3.0的技术之声 线下共识不断提高实体能电 自然越来越多的支持Pi支付很快就能实现 买收买房 衣食住行 吃喝玩乐 各种消费服务旅游请问还需要 变现来干嘛 别人都用法币来购买Pi增值 为什么你会用Pi去换成法币贬值 全球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造成货币战争 货币贬值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 资产缩 疫情影响导致整个全球金融危机来得更快 请记住只有Pi才能解决一系列问题 Pi才是所有资本家的避风港湾 因为Pi的稀缺 因为Pi的珍贵 因为Pi可以抗通货膨胀 因为Pi有无限增值的价值 因为Pi有全球线上线下的实体和虚拟经济之声 因为Pi有市场的共识 因为Pi更有技术的审核 因为全球任何领域都可以使用到Pi 所以没有人再愿意出售Pi 只能通过劳动 打工所得只能通过商品盘体 服务去交换Pi这种情景 是在全球发生的 所以Pi要成为世界源 所以这就是项目方所说的改变世界 Pi能够流通全球 实现现上线下 流通购物的时候 也就是一本护照加一个Pi